重塑世界的六项创新 第二章 寒冷 四 作者史蒂文·约翰逊 一者秦启悦 朗读者有意 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已经深刻受到人工制冷技术的影响 他们购买当地超市冷藏货架里出售的冷冻快餐 然后将它们层层堆放在新买的北极牌冰箱的 深冻层冰柜里 而在幕后这个制冷技术是由一个巨大的冷藏货车车队支撑起来的 他们将博载冷冻豌豆运往全国各地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典型的美国家庭里 最新奇的制冷设备不是用来储藏晚餐的鱼片 也不是用来为马蒂尼酒制作冰块 而是用来为整个房屋降温 这种最初的空气处理装置是在一九零二年 由一个名叫威利斯开利的年轻工程师设计出来的 开利的发明故事在偶然发现的编年史上很有代表性 开利是一个二十五岁的工程师 布鲁克林的一家印刷公司聘请他设计一个方案 帮助他们在潮湿的夏季预防油墨造成污渍 开利的发明不仅消除了印刷室里的潮湿 而且是空气冷却下来 开利发现突然之间 大家都喜欢待在印刷机附近的地方吃中饭 于是他开始设计一些小玩意儿 用来调节某个内部空间的湿度和温度 没过几年 开利成立了一家公司致力于发挥这项技术的工业用途 这家公司至今仍是全世界最大的空调制造商之一 但是开利坚信 空调技术同样应该属于普通民众 开利的第一个大实验室是在1925年 镇王将士纪念日那个周末进行的 当时他在派拉蒙影业公司的新旗舰店 曼哈顿李沃利电影院出世身手 试装了一个空调系统 夏季的时候 电影院长久以来一直是闷热难耐的地方 在空调出现之前 上映暑期档大片的想法看起来近乎荒谬 炎热的一天 一个房间里充斥着上千具汗流加背的肉体 这样的地方打死你也不想去 于是开利游说派拉蒙公司 波具传奇色彩的老板阿道夫朱克 声称在他的影院中投资中央空调将大有转头 在镇王将士纪念日周末的测试中 朱克也亲自露面了 他不声不响地坐在露台的座位上 开利和他的团队遇到了一些技术难题 空调一时启动不了 影片放映之前满屋子的折扇狂舞不止 开利后来在他的自传里回忆起当时的情景 炎热的一天 剧院里很快挤满了人 要想给他降温自然是颇费功夫 而给一个人满为患的房间降温 耗费时更长 慢慢地几乎在不知不觉中 空调系统的效果显示出来 人们手中的折扇折叠了起来 只有一些折扇的狂热爱好者还在删个不停 但没过多久他们也不在删了 后来我们回到大厅等着朱克先生从楼上下来 见到我们后还没等我们开口 他简洁地说 没错 人们肯定会喜欢他 1925年至1950年期间 大多数美国人只在电影院 百货大楼旅馆或办公楼 这类大型商业场所体验过空调 凯利知道 空调肯定会进入家庭领域 但当时这种机器实在是个头不小 价格昂贵 一般中产阶级家庭享受不起 在1939年的世界博览会上 凯利公司最吸引人的产品 是明日冰屋 人们得以一睹这一未来新事物的风采 这是一个奇形怪状的结构 看起来像是一份五层的香草软冰淇淋 凯利站在一群火箭女郎风格的血兔宝宝中间 向观众展示家用空调的神奇效果 但是凯利在家用制冷方面的远见 却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推迟了 直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 在实验了将近五十年之后 空调最终进入了家用领域 一个最初的带内窗便携式装置出现在市场上 不到五年时间 美国人每年安装的空调超过一百万台 当我们想到二十世纪的小型化技术时 我们的思维会自然而然转向晶体管和微型芯片 但空调日渐模糊的足迹 理应在创新编年史上占据一席之地 一个体积曾经超过平板货车的庞然大物 如今缩到一个窗户就能容得下 空调体积上的大幅缩小 很快引发了一系列非同凡响的事件 在很多方面完全比得上汽车 对美国聚落形态的影响 那些曾经酷热难耐 潮湿闷热的地方 包括弗雷德里克图德年轻时 曾经待过的 在夏日里晖汗如雨的那些城市 突然之间 绝大部分普通大众身处其中 都过得还算可以了 时至1964年 内战之后形成的人口 由南向北迁移的历史潮流 如今反转过来 相对寒冷的北部各州的移民 分涌而至 导致阳光地带的人口激增 多亏有家用空调 那些人才能够忍受热带闷热潮湿 或焦阳似火的沙漠气候 仅仅十年时间 图森的人口从四万五千 飙升到二十一万 同时期 休斯敦的人口从六十万膨胀到九十四万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 当威利斯开利在李沃利电影院向阿道夫诸克演示空调的效果时 佛罗里达州的人口还不到一百万 半个世纪之后 这个州正稳步成为全美人口最多的四大州之一 一千万人口住在有空调的房子里 将闷热的夏季挡在门外 开利的发明不仅使氧气和水的分子流动起来 最终也使人类四处流动 人口上的广泛变化无可避免会造成政治影响 阳光地带移民潮改变了美国的政治版图 南部曾经是民主党的大本营 如今却涌入大量的退休人员 他们的政治观点更为保守 历史学家纳尔逊·达布留·博尔斯比 在他的著作《美国国会进化史》一书中论证说 北方共和党人在后空调时代 迁入南部所造成的影响 甚至削弱了南部作为 南方各州权力民主党人 对抗民权运动的基地的地位 在国会中则导致一种自相矛盾的后果 出现了一股自由主义的改革洪流 因为国会中的民主党人 不再被分为保守的南方人和进步的北方人 但是可以说 空调对总统政治具有最深远的影响 佛罗里达州、德克萨斯州和南加利福尼亚州膨胀的人口 导致总统选举团移至阳光地带 1940年至1980年期间 南部气候温暖的各州 多赢得了29张选举团选票 而气候寒冷的东北部各州和铁锈地带 则丧失了31张选票 在20世纪前50年 仅有两位总统或副总统 处自阳光地带各州 但从1952年开始 每一张获胜的总统候选人选票上 都少不了一位阳光地带候选人的面孔 这种情况直到2008年 才由巴拉克奥巴马和乔拜登打破 快乐 知识 智慧 尽在静雅思听 这是一部长焦历史 自从威利斯开利在布鲁克林开始思考 如何预防油墨造成污迹 时间已经过去了将近一个世纪 现在我们能够操纵微小的空气和湿气分子 这而帮助改变美国的政治地理环境 但是对于在全球范围内正在发生的变化而言 美国出现的阳光地带不过是一场彩排而已 在世界各地 发展最快的超级大都市 压倒性地集中在热带气候地区 例如金奈 曼谷 马尼拉 雅加达 卡拉奇 拉格斯 迪拜和里约热内卢 人口统计学家预计 到2025年 这些炎热城市的总人口将超过10亿 不用说也知道这些新移民中大多数人家里并没有装空调 至少现在还属于这种情况 而且特别是对于那些位于沙漠地带的城市而言 他们如何获得最终的持续性发展 至今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但现在我们能够控制办公楼商场和富裕家庭里的温度和湿度 这就导致这些城市中心能够吸引经济基础 使其一跃而成为超级大都市 在20世纪后50年之前 世界上最大的城市 例如伦敦 巴黎 纽约和东京 无一例外几乎都处在温带气候地区 这不是一个偶然现象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 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人口迁徙 同时也是第一次由一种家电产品引发的人口迁徙 引领了智冷革命的梦想家和发明家们 并没有多少灵感突现的神奇时刻 他们光辉灿烂的想法很少能立即改变这个世界 多数时候他们有了某些预感 但他们会坚持不懈 继续研究几年甚至几十年 直到最终各种碎片组合到一起 其中一些创新 在今天的我们看来似乎微不足道 所有这些集体的智慧 集中了几十年的时间和精力 难道只是为了让这个世界 能够吃上安全的电视快餐吗 但是经过图德和博仔等人的努力 最终变为现实的这个冷冻世界 能够做更多的事情 而不仅仅是将动于条遍布于整个世界 由于有了人类精子 卵子和胚胎的速冻技术和超低温的保存技术 它同样能够将人类遍布于整个世界 全球有几百万人 他们的存在主要归功于人工智冷技术 今天 卵母细胞超低温保存方面的新技术 能够保存女性年轻时候健康的卵子 在很多案例中 这项技术将他们的生育能力 扩展到了四十多岁和五十多岁 现在 我们在生儿育女上 有各种新方式可供自由选择 例如 女同性恋者夫妻或单亲母亲 可以利用精子库怀孕 女性在考虑到要孩子之前 先花二十年的时间投身与工作 如果没有速冻技术的发明 这一切都是不可能实现的 当我们思考突破性想法时 我们总是受限于原创发明的范围 我们想出一种办法制造出人工智冷技术 然后假定这仅仅意味着 我们的房间会更凉爽 闷热的夜晚 我们会睡得更舒服 或者我们碳酸饮料的冰块供应 从此就有了保障 这一切很好理解 但是如果你只是以这种方式 来讲述智冷的故事 你也就错失了它史诗般的规模 在弗洛德里克·图德开始考虑 如何将冰块运往哈瓦那之后 仅仅两个世纪 我们对智冷技术的掌握 已经在帮助我们在全球范围内 重新组织聚落形态 将几百万的新生婴儿 带入这个世界 乍看之下 那冰块似乎是一项微不足道的进步 它属于奢侈品而不是必需品 然而 如果你从长焦的视角来重新审视它 你就会发现 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 它的影响力令人震惊 美国大平原的自然风貌完全被改变 通过冷冻胚胎 新生命和新的商货方式成为可能 炙热的沙漠上 处立出蓬勃发展的超级大都市 静雅思听新浪腾讯微博 关注远方的世界 关注身边的生活 需要按订阅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妇与点栏目 感谢观看